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悦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全人组结》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市况 首先是内地股市方面已经收了市 上证指数升3点 报3003点 深证城市升9点 报10455点 护心300升1点 报3218点 港股方面 幸指力都临近收市 最新报20741点 跌64点 国企指数8985点 升6点 大市成交620亿 这位嘉宾请来要助证券事务总监 郭先生和我们去总结一下今天的市况 郭先生你好 你好 郭先生先和你讲一讲大市 看到隔晚外围方面 美股是三大指数都有得升 刚才也跟进过 今天来讲内地A股的情况 同样是三大指数都有得升 但反而港股方面 现在都跌60点 原因何在呢 昨天的市场上升了437点 关键在哪里呢 昨天的市场是有多点的成交 有七百多亿 但今天接不到 在动力不足之下 大市稍微有点受制 其实是很正常的 我自己觉得 现在这一分钟 由于指数仍然在十天线流上走 技术上 相对整个中期的反弹势头来说 暂时没有变差 仍然处于一个逐步向上寻 反弹高位的形态之中 直至恒指在收市那刻 超过两天跌穿10天平均移动线 即是说势头开始有点变坏了 不过我都不知 还要看成交加压 这真的很老实说 一般来说反弹市分很多种 最低限度一个中期的反弹 一般来说是四到六个礼拜 这是一个最低要求 在四到六个礼拜完成之后 可否多走两个礼拜 是可以的 第一 恒指一定要持续 稳守一条十天平均移动线之上 这一点最低限度 第二 成交金额 就算没有特别量例 最低限度不能一天萎缩 动力不失之下 市仍然在靠近高台 是有条件 不理哪天 突然之间再进步向上推升 不过当然 以现在的成交金额 昨天七百多亿 今天来到现在这分钟 只有六百多亿 老实说 这不像是一个中期的升浪 只是中期的反弹 至于经过 接近六个礼拜多些的时间 反弹完之后 四月初有没有条件再进步上升 那就要看一些主要南筹股 或者买盘而定 因为很尴尬 现在二万零七百多点的指数 大家就想想 去到四月份 每个月仍然有千多点的波幅 我不说多 我就说千二到千三点的波幅 如果在二万零七百点左右 过度到四月份 而四月份的市 是维持得到 好像三月份先低而后高的话 只要指数有千二到千三点的上升波幅 指数已经可以试一试 二万二千点 用计数机一计计 但反过来 如果四月份的市 轻轻走多一点 开始受制 走不了上去 之后 甚至乎跌回10天平均移动线 就可能变成一个先高后低 大家要留意 只要有千多点的下行空间 不单止两万点失手 连50天线 分分钟保不早 所以三月份先低后高形态定了 已经没有意义了 问题就是 四月份的市 能不能够接力再升多千几点 抑或有千几点的回吐 这就最关键了 好 谢谢郭sir 说完大市的情况之后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南筹股的最新造价 汇控跌1%步48.4 中移动升2%步86.45 建刊跌1%步4.95 公刊跌1%步4.34 中刊跌1%步3.22 港交所靠稳步186.8 中仁愁靠稳步19.16 有邦保险务升跌43.9 腾讯靠稳步158.4 金沙中国偏远步31.6 长华跌1%步109 新农基地产跌1%步95.1 九龙仓跌1%步42.4 中国海外跌稳步24.6 华远之地跌1%步19.8 看到三桶有多个向上的势头 中海游系升1%步9.18 中石游靠稳步5.1.5 中石化更加升2%步5.1 昆仑能源升1%步6.7 中国神华升超过2%步12.2 另外跟郭sir谈谈今天的焦点板块 有中资航空股 中资航空股三大航空股 都今天是放了榜 板块表现都做好 去年多占38%的国航 曾经是升5% 而去年多占1.1倍的南航 同样是曾经升超过4% 全年多占33%的东航 都曾经是升4% 其中东航和国航 更加创了一个月以来的新高 670的东航曾经是高见4.3.5 而国航方面也曾经高见5.5.6 我想问一下郭sir 是不是受惠于油价 持续低迷 未来的前景是否都会看好一点 油价很重要 因为航空公司来说 一般的开支是以燃油为主 其实占的营运开支 差不多成38% 过去一段时间 油价持续高企 一众的航空股 都是无运限 但现在油价已经跌到30多元一桶 第一 营运成本已经大幅降低 只要 商务 货运 和客运 的 量 保持得到势头 其实航空股来说 是可以赚钱的 你好像 前年的基数很低 去年 有一段时间 油价比较低 所以由最低的盈利 突然之间有一个抽升 造就增长有几十个百分 当然油价不会连连跌低 这是肯定的 问题就是 保持到在现价水平 而商务、客运、货运 能够保持到增长的势头 对航空股来说 是绝对有一定的优势 内核 油价 虽然现在 已经 大幅回落 但 商务方面 始终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明朗 尤其是 低出口的数字 已经见得到 外面的需求 比较 至于 内部的 譬如 一些商务 一些旅游人士 或者一些 坐飞机的客户 如果能够保持到增长 当然之好 但面对高铁的竞争 我觉得一些短途的行程 其实暂时来说 已经是受到挑战了 中长途那些 或者可以保持到增长 如果三只航空股来说 如果比我选 我会比较喜欢选 各航 因为它 国际的航班 路线会比较多 明白 看完一个的继点版块 和郭Sir看看 今天的焦点股份 有编号3699 曼达商业 曼达商业 只是在香港上市了15个月 大股东初步考虑提出私有化的建议 曼达商业公布控股股东 王健林正在初步考虑 以不低过每股48元 同上市价是持平的价格 亦都比昨日收市价 日价呈现24%的价格 全面收购X股 但强调不保证交易是一定进行的 见到这个消息一出之后 曼达商业 今天的股价曾经是升超过2.1 最新报价是45.95 升幅超过1.8 亦都是创了年来的高位 更加创了一个月的新高 曾经盘中高建 是47.2 见到私有化这个消息 我相信市场都会解读为一个好的消息 见到股价都大升 但是会不会升多了呢 其实如果你说这个私有化 如果有机会是落实的话 那就不必会升多一点 不过问题就是 48元那个建议价 整个方向现在不是去到无条件 也存在一定的变数 所以 是有少少的discount 例如45.46元 这是很正常的 至于你说昨天38元 或者早前30元左右 突然之间的股价急升 你逢有私有化股份 当大股东有个建议价出到来 又哪个不升 好像新世界中国 一向六个多人钱 五个多人都见过 一个私有化建议一出到来 股价就去到七个多人钱 因为有人愿意 在那个价格 进行一个私有化 市场的价格 你没可能只剩下30多元 试想 大股东建议以48元 来做一个私有化 外面的价格是38、39 人都懂得借去买 有这么大的直博率 这是没可能的事 至于你说 原因在哪裏 我觉得 48元成功招估上市之后 是曾经去到七十多元 但问题是 整个大市逆转 很快就跌下30元 作近水平 直到现在 他仍在招股价下 如果大股东想进行 融资 为了配售 你没理由低于招股价 你肯去行 看盈利 其实每股 盈利不差 有六个多人钱 新值的市盈率 六倍都不到 派息有接近三厘 其实 我自己觉得 大股东的看法 可能觉得 自己股份的投资价值 是未有 被充分地反映出来 所以 私有化了之后 日后 再找机会 重新 或者再来 申请上市 以前都试过 一些股份是这样的 私有化完再重新再上市 都试过了 好 谢谢郭sir非常长续的分析 看到恒指今天收报在20776点 跌26点 国企指数903点 升23点 大市成交710亿 这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新报 刚才提及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会持有吗 没的 谢谢你长续的分析 稍后有其他的直播环节 稍后再见